第1542集 不为所动 那就奇怪了 不过我想不通的是 李源日怎么会知道这个地方呢 而且还能找过来 这还用说 一定是那个老太太帮着她的呗 她可是研究民族史的专家 而且这还是他们的家史 这一点都不奇怪 莫小于文言看了看顾依依说道 行啊你 有进步啊 还学会分析问题了 不过待会儿要是见到那个老太太 你可要小心点啊 李源日都说了 那老太太是冲着乌精来的 我知道 既然她这么在意这本乌精 我给她就是了 把清婉姐姐换回来 我们就回去不就完了 呵啊你舍得啊 莫小于问道 她知道 自从顾依依对乌精入门之后 一直都在钻研 可以说 在对神秘学的研究上 顾依依已经达到博士水平一点都不夸张 而她的主要成就呢 都来自于乌精 要是让她把乌精让出去 应该是舍不得的呀 这有什么舍不得的 其实我对照了古墓里面我们取出来的那些铜碱 那才是真正的乌精呢 你给我的那本书只能算是删碱版 好多都不全 所以对某些事的解释也都是漏洞百出 难以资源其说 哦 这么回事 莫小于点点头 她一直都没有来得及和顾依依探讨过这些事 没想到顾依依居然找到了真正的乌精 这车外面啊 李源日开得很快 但小飞花追得更紧 莫小于很想说 你追这么紧 竟跟在后面吃沙子了 当然看到小飞花全神灌注的样子 也不好再说什么 这丫头啊太小事 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 李源日这次算是遇到克星了 开始时呢 是连绵不绝的沙丘一个接一个 上上下下 小飞花要是不跟紧点 还真是很容易让李源日给甩下 不过到了后来 沙漠好像变成了戈壁 一望无际 沙丘也不见了 变成了平地 这个时候考验的就是汽车的轮胎了 因为大小石块实在是不好走 阿哥 你看前面 忽然 顾依依拉了一下莫小于的手 指着李源日前面的天地说道 我靠 这是海市蜃楼还是真的 莫小于嘀咕道 那是海市蜃楼吧 快戴上墨镜 待会儿该眼花了 小飞花说道 不远处出现了大片的建筑 但是这些建筑啊 都是残垣断壁 没有一件完整的 像极了中东地区那些国家所谓的文物遗址 我怎么觉得不像是海市蜃楼啊 好像是真的啊 莫小于也这么觉得 因为海市蜃楼的话应该没这么逼真 而且海市蜃楼是走不到跟前的 可是这些残垣断壁却一直在靠近他们 不对 是他们一直在靠近这些残垣断壁 越走越近 直到他们的车跟着李源日的车 身在其中了 莫小于真是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我靠 这他妈不是海市蜃楼 是真的 小飞花没工夫和莫小于一样打量这些古建筑 因为这里纵横交错实在是太大了 要是不紧紧跟着李源日 可能会迷路 终于 在一座巨大的宫殿前 李源日的汽车停了下来 虽然宫殿已经坍塌 可是高高的台阶 依然能够看清楚这个建筑当时的宏伟和繁华 莫小于下了车 小飞花和顾依依也下了车 顾依依回头一看 大惊失色 他拉了一下小飞花 示意他向后看 小飞花呢 神经比较大条 没有顾依依心思缜密 回头看了看 什么也没有 疑问的看向顾依依 也不知道他想让自己看什么 顾依依小声地问小飞花道 花花 车轮印没有了 你还记得出去的路吗 小飞花此时才看到 果然 除了车底下轮胎刚刚压过的地方有些印痕 来时的轮胎印记早就没有了 小飞花摇摇头 顾依依大失所望 小声说道 看来我们 真的有麻烦了 莫小于走向李源日 看着周围的这一切 问他 喂 这是什么地方 这就是大下国的亡灵 壮观吧 我曾在这里铸守一年 督见亡灵 党项族是信奉生死轮回的 所以 这座亡灵的左右 是与神沟通 确保大下国的皇帝 能够生死轮回 永远都是皇帝 李源日说道 可惜的是 没建成对吧 不是没建成 而是建成了 没有来得及用 这些建筑毁于蒙古人 如果有蒙古人的血 清洗已经蒙上灰尘的灵台 一样可以让我回去 重新来一回 这样 就可以避免大下国 灭于蒙古了 李源日自信满满地说道 哼 你少来那些没用的 拖拔千碗呢 叫他出来 做完交易 你玩你的轮回 我们回去享受花花世界 这样多好啊 哼 你太天真了 赵元朗 我费尽了心思 把你骗到这儿来 就这么简单吗 李源日笑道 莫小一乐 你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我要用你的血 清洗灵台 而且现在我和拓拔千碗 最纯正的两个人 用你们的血 正好可以完成 对灵台的清洗 男对男 女对女 李源日说道 你疯了吧你 我们又不是你要的蒙古人 我们都是汉人 我知道 但是要找到真正的蒙古人 再骗到这里来 的确是很费力气 而你们呢 虽然不是纯正的蒙古人 可是你们身上 都有蒙古人的血液 蒙古人统治中原一百年 世界上四个人当中 就有一个人 是蒙古人的后代 我就赌你们 是蒙古人的后代了 那你要是赌输了呢 你可就回不去了 要不然这样 你要是嫌麻烦呢 我去帮你弄几个蒙古人来 这里地处西北 找几个蒙古人 应该不是大问题 你说呢 莫小鱼 到了这个时候了 再和我耍心眼 有意思吗 李源日不为所动 瞪着莫小鱼的眼睛说道 我再问你一句 拓拔青碗在哪 莫小鱼说这话的时候 朝着小飞花挥挥手 示意她过来 我去看你 我去看你 你了解 我做什么 我去看你 你了解